当当当当 剧透预警 本视频涉及未定事件部最新章雪落有声下的内容 没过剧情的小伙伴可以先收藏哦 修罗场衣 夏宴vs墨艺 他如果把希望都寄托在密码桶上的话 你琢磨琢磨怎么告诉他吧 你是不是把他想得太脆弱了 来了来了 未明是语文高考第一题 请分析夏宴这句话背后的含义 请问这道题是选A B C还是D呢 请在公屏上打出你的答案 3 2 1 让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那就是D 俗话说得好 三短一长选一长 正确答案当然是D 你别看 夏宴对内无比纯良 对外那是丝毫不怂 直接正面刚 每句话都阴阳怪气 呸 暗藏玄机 当然不 只不过 不让女士失望 是绅士的礼仪 面对夏宴的强势进攻 莫选手一句轻飘飘的绅士的礼仪 直接给夏宴拍了一脸 让女性失望不绅士的标签 这段位高 实在是高 但我们的夏选手丝毫没有退缩 身为一个优秀的特工 暗中打小报告 充分利用竹马优势 在潜伏中获得突破才是上上策 夏宴暗戳戳开始在女主面前上演药 然而 身为一个墨逸之后 最爱的就是床的莫夫人 莫逸的生活作息令我十二分满意 并且 不知道各位夫人有没有想过 大早上在床上的时间 都能造出一辆停车场了 举个例子 我们先来看看莫逸对悠悠说的这一段话 我不喜欢早起 莫自由 你让我打破了起床时间记录 做了顽皮的坏孩子 总要付出点代价 不如 你来陪我聊聊天 如果你脸上带着这样先进的黑科技 这段对话还可以有更刺激的解读方式 我不喜欢早起 你让我打破了起床时间记录 做了顽皮的坏孩子 总要付出点代价 不如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车速有点猛 一不小心就开出了车道 让我们回归正题 夏宴vs墨逸的battle 还在继续 我解谜语 从来没有解错的可能 你倒是自信 在这里我想插一句题外话 那就是这个密码桶的效果 真的做得超级精致 让我一秒回想起 那些年曾经狂热过的 The Room系列 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贫 你细贫 夏宴这酷似质问的言语 仿佛他面对的是一个 穷凶极恶的放心纵火犯 然而墨逸表示 你成功了又如何 希望你永远都能这么幸运 我是认真的 这一段实在是太精彩了 墨逸和夏宴的battle 堪称是全场最高 修罗场2夏宴vs佐燃 我知道 我之前打你电话佐燃接了 我现在在去红河村的路上 看到这里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一种出轨翻车 被电话桌间的既视感 不过你们发现没有 相比起夏宴墨逸的修罗场 夏宴和佐燃之间 仿佛一点摩擦都没有 我再仔细一想 大概是因为 佐燃每次都只能摸摸把醋往嘴里淹 大家对佐燃似乎都没什么敌意 大概是佐燃在大家心目中 连修罗场的门在那 都没有摸到吧 佐燃你要不好好反省一下 不过既然说到这了 让我们来看一看 佐燃都做了些什么 我听到你醒了 有没有感觉好一些 饭菜我都做好了 你记得先吃完再办过 或者 今天干脆就休息吧 我留在你家不方便 先走了 好一个留在你家不方便 我先走了 难道你是把自己当成了 现代版的田螺姑娘吗 修罗场三 全员大乱斗 他很听话 也很配合治疗 这也就是他 非同寻常的天才儿童 换了其他小孩 天天听你讲那些神秘兮兮的话 恐怕一分钟都待不下去 陆锦合 别忘了 你是我的学生 你夸木子佑的时候 是不是也承认了你这个小孩 特别笨 听不懂话呢 墨毅 来了来了 墨毅怼录 专用语录 小孩子就是粘人 你这个小孩特别笨 听不懂话 再搭配墨毅 失去勾光的眼神 简直笑得我嘴角咧到后脑勺 我突然好想看 墨毅家陆锦合家女主的三人车 老师教学生开车 在女主身上实践 记忆精湛的墨毅声 看到体力旺盛的小陆总 再来一句 小孩子就是粘人 救命啊 谁给我个血包 许个命 顺便说一嘴 我是欧行雪 我就在这里 坐等太太们写文了 我听说 整个研究所的数据库 都被木子佑翻了个遍 莫义 需不需要我帮你升级下安全系统啊 快来个人拉住这只竹马 它已经杀疯了 从雪落有声上 被动防御一挑三 到雪落有声下 已经可以主动拉仇恨了 我们的小竹马真的是出息了 收费嘛 肯定比合影科技便宜 夏宴这一波操作真的骚 满衣还带着送衣 小陆总再次中枪 又是日常感慨小陆总团栖 实锤的一天 就连木子佑都跑去入侵 合影大数据中心 小陆总简直堪称 史上最惨总裁 哦 对了 新剧情更新这天是教师节 小陆总 你祝墨衣老师教师节快乐了吗 聊得差不多了吧 来接孩子的人还等 左然小小的眼睛里 再一次充满了大大的震惊 说以前 道一万 这群男人就会窝里横 哪里能想到 居然会欲棒相争 鱼翁得利呢 来来来 我帮大家来翻译一下 几个男人的潜台词 左然的大脑一片空白 他的内心没有任何潜台词 墨衣眯起了眼睛 并释放了绝招之 咪咪眼都是怪物 夏艳的双手 已经蠢蠢欲动 打算立刻把悠悠和女主 致闭分离 而小陆总 天哪 那孩子才多大 太会了吧 小陆总表示 同样都是年夏 凭什么 你居然比我还优秀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你们真的确定 墨子幽只是个小孩子吗 仔细思考的 我倒抽一口凉气啊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插播一条下期预告 将会是关于四个男主 什么时候和女主开车的 毒奶 非常的刺激 有没有 这个视频已经过审了 我设置了定点放出 将会在9月12日中午12点 准时放送 大家可以蹲啦 我是一瓶如洗板栗奖 长期更新 以女游戏杂谈 剪辑 甚至开开车 欢迎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